原来男生电信都是有前兆的 这几烦人三中 三个男生都喜欢 来自藏族的学霸女三泽泽 男武阿范会时刻贴心照顾他 也会直接告诉其他女生 自己只对泽泽有感觉 范姨目前有什么 就是觉得好感度较高 泽泽 跟泽泽一样 但泽泽的心意更倾向 与他一直双向护头心动性的男三郑郑 所以他各种疏远 阿范的是好 反而和郑郑各种亲密接触 一起玩滑板时 他会主动让他抓住手指 隔着还跑 这个喷嘴还是 抓住 我抓着你的手指就好了 而一起骑马时 他也会主动让他环抱自己 那个拉住我就很叛套 叛套 我就掉一次 他掉一次 只要我掉下去 你就不会掉一次 对我感觉有安全 然而看似双向奔赴的男三郑郑 在得知新人佩佩对他有好感后 第二天的他也会主动帮他搬行礼 而当佩佩当众邀请他旅行时 他也是火速答应 你愿意和我 就是一起学上冒险 好 好 好 卧尔 斩钉截铁 好 要通 而佩佩单独约会后的他 动视认定了自己和嘖嘖都不够坚定 我们两个人都很明显 所以这样双向奔赴后的B 你觉得可惜吗